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强化日本自卫队与美军的议题化 日本政府将统合司令部定位为负责与美军沟通和协调战略的机构 日本媒体叫嚣 今后若要应对台湾勇士 统合幕僚长可能会忙于辅助做政治判断的日本首相或防卫大臣 而疏忽对自卫队的领导指挥 因此有必要构建新的制度体系 统合司令官将直接听命于防卫大臣 对应的是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 统合司令官可在海陆空自卫队不分开的情况下 及时分歧和应对局势 并向日本首相或者防卫大臣直接汇报并执行高层的决策 这将大幅缩减采取应对措施的时间 日本媒体罗列了涉及邻国威胁的诸多借口 强调要提升太空 网络等新安保领域紧急情况的应对能力 因而日本防卫省认为有必要加快推进设立专注于部队指挥的职位 以便有效处理所谓的紧急情况 专家分析 日本策划的统合司令部完全是比照美军体系打造的 一方面可以实现对海陆空三个自卫队的统一指挥 另一方面可以和美国进行对等交流 一旦统合司令部成立 日本在与美国的防务交流中可以实现对等性 如防卫省和五角大楼 统合幕僚监部和美军参联会 统合司令部和印太司令部 而在内部分工上 统合幕僚监部负责管理自卫队和制定作战方案 统合司令部则负责具体实施日常安全和作战 实权更为明确 岸田政府在年底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文件后 日本国防战略可能会做出重大调整 可能要放弃专守防卫 开展集体自卫权和个体自卫权 打造源头攻击等一系列新的战法 这种转变也是对美国先发日人军事策略的呼应 这就需要在防务层面设立一个新的组织架构 来配合日本完成国防军事战略的重大转型 统合司令部恰恰就是攻防兼备战区司令部的概念 其在未来会扮演重要角色 成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和个体自卫权的重要机构 日本朝日新闻声称 鉴于朝鲜发展核武器以及中国军事实力的崛起 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加快强化防卫能力 正常是向美国购买战斧巡航导弹 以作为威慑和反制力量 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菲大校指出 日方近年来热衷于亿不亿区跟进他国恶华政策 以自由开放为名高有针对性的小圈子 这有备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 促合作的共同期待 日方应当重温初心 与中方相向而行 将互为合作伙伴 互不构成威胁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 推动双边关系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我们敦促日方一事为鉴 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情 不得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方安全利益 不得破坏地区安全稳定 好了 本节目到要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